以上夢想是 收看 outro video Hello大家好 我是Kimi 今天呢,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 我來到歸島上要考潛水源政兆 出級的喇 這支影片就會記錄這三天訓練潛水源政兆的過程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第一天就先从读书开始 因为毕竟考证照就是要读书啊 第二天教练就会带我到平静的海域上面 现在坐长尾船出发到南圆岛 到了南圆岛 第一次来到南圆岛耶 这个海水超清澈的 可以直接看到海底 好漂亮哦 而且整个岛上既然都没人 天呐 这个是教练Tim 确认一下,然后我们开始调整一下 要闻看看气瓶里没有臭臭的油味或是一些怪怪的味道 我觉得闻才跟本系的味道蛮像的 今天在水下复习早上教练教的所有动作 像是在涂发状况的时候带着我们在水下保护自己 初学者有时候在水下面一挤 容易乱踢挖鞋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踢到海底生物 其实用大腿,慢钟带点力量的踢水 放轻松的踢就可以咯 今天是潜水的第三天 本来是应该今天就要结束的啦 但是呢 我学的进度非常之缓慢 昨天面镜排水 水一直排不出去 鼻子一直吸到一堆海水 今天就整个头发都包起来 应该不会再进水了吧 你们看 那边有好多鱼哦 这边有好多鱼哦 这边有好多鱼哦 那边有好多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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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IG MEDA always points to the knot We've also got our window along the front With the window Just looking down at the campus Make sure we keep this knot out of the knot We want to do the red line and playing for the body and the steps towards... 這次挑戰在水上可以要腐蝕 十分鐘 一直失敗 非常的難 永遠挑戰不過 到今天第四天了 不知道會不會挑戰成功 第四天的千歲完成了 今天喜歡真的超累的 剛下去練習的時候看到超多的 超讚 而且我的手被晒一晒 晒得超紅的 很色彩 碰到海嘴之後整個超痛 很刺 感覺皮都要脫掉 今天是考陣仗的第五天 沒錯 已經到第五天了 今天是正式的要下升到18公尺身前 而且今天的船只有我們三個在家上船長 教練隊 教練要準備示範跳水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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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潛水就花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走過五天 教練人很好都會很耐心的教 即便我非常緩慢的學習 超讚 如果你也想要體驗在外島上考證照的話 就可以來找Tim 愣得這個臉 你看很緊張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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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